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指定地点办理退税手续 例如是机场和火车站等等 就可以退回货品大约10%的款项 而香港人其中一个旅游热点日本为例 去年4月将消费税调高至8% 而同年10月起 实施新的旅游免税制度 向短期去到日本旅游的人提供更多优惠 包括将原先并不是免税的消费品 例如食物 化妆品和药品等等加入免税行列 游客在一日之内 在同一间商店 购买5000日元以上的消费品就可以退税 日本的机场是不会办理退税的 在一般情况之下 旅客可以在大型商场 百货公司或者店铺退税 目前提供退税服务的店铺大约有5700间 退回来的钱 无论是即时用来再买东西 或是留下等下次再用 都是这么开心的 不怪不得不少游客在离境前都争取时间退税 但这样亦产生连串的问题 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有5个行站 之前有最多游客去退税的 就是第3和第4个行站 那里接待的游客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印度、中东和俄罗斯等国家 他们都是伦敦奢侈品的主要买家 而由于人太多 分分钟要等2个小时 甚至3、4个小时才可以退税 而旅客最后放弃 亦有游客因为这样而赶不及登机 2号行站启用之后 舒缓了3号行站的压力 但4号行站的退税处仍然经常出现人满之患 人多自然亦容易有争拗 今年3月 泰国著名姆特尔飞旗泰昏 在互联网上载了一条在南韩济州机场拍摄的影片 当时飞旗泰昏正在排队等着退税 突然来了一群内地游客 他们又打尖 又增仙恐后争住退税 将一条队变成了四五条队 飞旗泰昏怒斥,问这批内地游客毫无教养 人太多,不想等,亦都可以选退税到信用卡 但这样又衍生了另一个问题 退税公司说3个月就可以退款 但很多时候,怎知3个月那么少呢? 有游客更加投诉,根本就收不到钱 至于没有退税处的机场 游客只能够将填好的退税表格 投入专设的油桶里面 是否真的有人会处理呢? 是否可以收到钱,只能够听天由命? 新闻之呼说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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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心 订阅 订阅 断心 断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